我们来做一个老北京炸酱面 自己做的炸酱肉多酱香 真的超好吃哦 首先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将猪肉切成小丁 肥瘦肉分开放 然后将黄瓜洗干净后切成细丝 大蒜和葱切成末 先把酱调好 三勺黄豆酱 两勺甜面酱 两勺老抽 三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一勺十三香 搅拌均匀备用 锅里面入油 先放入肥肉丁翻炒出油 然后倒入瘦肉 翻炒到变色 加入葱花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调好的酱料 还有干辣椒 翻炒到肉变到红亮的样子 倒入一碗清水 大概煮六七分钟左右 然后出锅时撒上蒜末 搅拌均匀 酱就熬好了 锅中加水烧开 然后放入面条煮熟 把面条捞出过凉水 把面条放入盘中 加入几勺炸好的酱 再放入黄瓜丝和葱丝 搅拌均匀 真的太香了